那就是顾佳三姐吗 大哥顾佳成 据说十八岁生 就在识人记忆 我这里 顾佳绿 龙无国年纪最小的隐蔽 最厉害的还是顾游峰 虽说是顾佳阳子 但年纪轻轻就已经坐稳了 顾氏集团掌门人的位置 听说这顾家 找走丢的顾氏千金五年了 你说这千金 放着顶级豪门世家不担 难不成 咱这了 什么风把这三寸大神吹来了 家印被人渣陷暗 竟是被扔进这种地方 待了五年 家印就别动 再动就打死 我今天出狱 你们要干什么 这要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女儿 家印 顾氏特许了跟何旭的合作 只要你离婚回家 哥 我帮何旭创办的公司已经上市了 我们一家以后 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顾女士 您的丈夫何旭 举报您盗窃故事的机密 请跟我们走一会 什么 我没有啊 顾佳音 证据确凿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放心吧 就五年 我会替你照顾好女人的 何旭 要不是我 你能多单两年就从服务员变成上市公司总经理吗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这就找人 证明你这身无陷 万人 我靠你什么 别忘了 亚亚 还在我手上 还在我手上 快走 何旭 你这个人账 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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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顾佳音今天不能出狱 我只安排你提前保持 把照片还给我 我是首付姑舅的女儿 只要你把照片还给我 我出狱后可以尽往不救 你说她是首付的女儿 首付 首付 首付的女儿会坐牢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 想要 自己过来拿呀 光脚 给我 格糟 不好意思啊 手还了 不给我 忘了告诉你 今天这个狱 你出不了 你的好老公 专门给你延了三年行亲 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隐瞒身份 背叛家族跟你在一起 按住他 用玻璃渣 给他好好擦擦脸 入手 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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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风 菅营在这里待了我 你们可真没什么好想照顾他 都是他 跟我没关系 再说一遍 要不是今天他说 只要能阻止谷家音出狱 就给我们家里寄钱 我们也不敢这么做 你 老实点 这样吧 打他一下 一万 干不干 干不干 做好的啊 就你把这儿给一万 对 等我们出去了 你要记得给我吗 放心 钱会一分不少打击你们账户 但是 你们没机会花了 大哥 二哥三哥 先送我去何家吧 他那么害你 你还要去找他 我 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 顾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恋爱呢 我去何家 是为了把亚亚接回来 他是我的孩子 那我 我们陪你回去吗 不用了 他欠我的 我要亲自讨回来 何事公司跟顾事公司的合同 最近要续约了吧 如果这五年他肯对亚亚好 续约的钱 就当做是他照顾孩子的赡养费 走吧 妈妈 起酒 找你了 已经小事了做不好 养你还不如两条狗 黑钱祸 当时就该大的小的 都扔进耗子 严严 知道错了 严严惹妈妈奶奶 不甘心 不要让爸爸扔掉我 严严 我不认识你 芽芽 芽芽你怎么说不了话了 别吓妈妈 顾家音 你不是应该在牢里吗 我被何须再葬入狱五年 受尽屈辱 差点死在里面 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 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这辈子文艺的真爱 顾盈 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 滚出我家 你要跟我离婚 还要我进身出户 你一个刚出狱的老女人 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更何况 盈盈可是顾家失踪的千金 这是哪来的冒牌货 你呢 除了会洗衣服做饭 还会干什么 做我何须的老婆 你不配 他正在你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我才是故事千金 当初你一穷二白 我是为了维护你那点 可怜的自尊心 才隐瞒身份跟你在一起 暗中帮助你 成为上市公司总经理 没想到你不仅心狠 烟烟下 就你 你不会在狱里憋疯了吧 我不光抢了你的老公 就连你的女儿都只认我 芽芽 老妈妈这来 芽芽 你的老公背叛了你 你的女儿被我炫得像狗一样 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可是把何旭拿下了 故事的续约订单 等明天签约一设好 何事就会变成 仅次于故事的集团 而你就会变成一根捏草 任人捏死 你说的合同是这份吗 这合同怎么会在你那 因为这份合同 是我替你拿到的 如风 那正的开发案能不能 何许就是个酒店服务员 怎么值得你弄成这份 忍不忍跪不跪的样子 我跟她 如风 我相信她有能力 你就给她一次机会 好 盐盐 怎么回事 合同不是在你手上吗 我 她算什么东西 故事的合同 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外人手里 这本合同是假的 因为我们故事的合同 都有故事专用章 而故事专用章 就在我手里 她怎么会有故事奉章 喂 奉章被偷 没关系 被偷的是假的 而且故事的奉章 只认顾家人 她怎么会有故事奉章 你个劳改犯 劳改了五年 学会冥抢了 你是怎么拿到故事奉章的 她怎么知道奉章全面呢 盈盈 可是故事集团的大小姐 奉章不在她的手里 难道 在你这个冒牌货手里啊 姐姐 只要你答应跟何旭离婚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让你好好生活 毕竟 我故事最不缺的 就是钱 就是 给你一百万 就算抬举你了 抬举 就这点钱 我看不上 何旭 要不是那晚你救下我 你一个没本事 没学历的服务生 能站在这种别墅里 跟我装 够了 那是以前 现在 我可是全江城 最有权势的新贵 我欺少年穷 就是啊 八家 是我儿子自己的本事 我还没嫌弃你 拖他后腿呢 他有本事 就不是我 何旭你只会 默欺少年穷 默欺重年穷 默欺老年穷 死者为大 离开我顾家音 你们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我今天本就是要来跟你离婚的 是我 不要你了 贱人 带着你的赔钱货 给我滚 你们这种档次的别墅 我一秒钟也不想多待 雅雅 我是妈妈 跟妈妈走好不好 何旭 一天后 我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追悔莫及 顾家音 你还想跟我斗 爸 这是什么 有了这故事奉招 我抢战故事 又多了一个条件 顾家音 你怎么又 我 顾总 您怎么来了 我来 是接顾家大小姐 顾如风 他人呢 顾影果然是顾家千金 为什么顾家这门好事 我可真是要发达了 他 他在楼上 我这就都要下来见你 顾总 怎么办啊 顾如风生气很了 要是他发现我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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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呢 顾总 顾总还接你来了 顾总长得可真是 意表人才啊 对对对 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 许业合同 给合适再多 十个点 不不 五个点的利润 是吗 这都好吧 你先别急啊 我换身衣服再去 换什么衣服呀 那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现在不多从娘家 抠点出来 那以后这钱 不都是你三个哥哥的吗 听老公呢 走 走 走 江一 去 在哪儿啊 赶紧的 我 这不是 别让故事拱起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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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赶紧的 赶紧的 喂 如风 艳艳伤得很重 你在哪儿呢 好 我这就出去 我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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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我让哥哥先回去了 人家还想再多陪你一会儿 哎呀 只是普通流感 休养两天就好了 你们怎么当的父母 他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还有大量的瘀青 心就叠在一起 我看了都心痛 医生 他之前明明是健康的 为什么现在不会说话了呀 还不是你们打的 他现在有严重的自闭症 和创伤后应急障碍 短时间内说不了话 以后一定不要再受刺激了 他是你的亲生骨肉吗 我话说到这儿 你们好似为之吧 湘怡 不加吧 他们也该付出代价了 如风 明天的签约仪式照常举行 何须 我要让你们好好尝尝 从山顶摔下去的滋味 大夫人好 搞这么大阵仗 一个小时之后 我何须 就是将成第二副 哟 这顾氏可还真看重 跟我和氏的合作 你 带个路 你算什么东西 今天 可是我们顾氏大小姐视察 顾氏大小姐 她不就在这儿吗 爷爷 你怎么没提前打个招呼 我可是堂堂和氏总经理 你今天可不能盖我风头啊 大小姐在那儿呢 人呢 蠢货 在这儿露线了 我抢毡故事集团的计划 要暴露了 蠢货 连我都不认识 走 谢谢你啊 我也有个五岁的女儿 怀孕不容易 怀孕的这场女性更不容易 我还有点事 我们会再见面的 你先去延辉厅 我把这里打扫一下 免得再有人受伤 好 顾佳音确实是个好孩子 这不是佳音姐姐吗 你怎么在这儿打扫卫生啊 离开了我们何家 混不下去了 不是说要让我破产后悔吗 怎么 就让我后悔 少了一个特别能干的保姆吗 顾佳音姐 你要是过不下去了 我就回来当保姆 我不会介意的 毕竟看到姐姐过得这么不好 我心里也很心疼呢 顾佳音 你别给脸不要脸 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了 那你们知不知道 她是什么身份 顾佳总裁特助 你们 我来吧 好 特助 我告诉你 她就是我一个前妻 一个没人要的劳改犯 这可是我们 顾特助 你好 我是顾佳大小姐 顾盈 愣着干什么 人家跟你握手呢 你个清洁工 找你什么事 赶快扫厕所去 难道 她知道我是假的 您是顾佳小姐 我只是顾氏员工 您这是抬举我了 我平时都是这么礼貌待人 何雪 签余音事要开始了 我们走 你们嘉宾 你的妈呢 今天可是个大日子 黄先生 这里是故事地 您还是少惹是生非的 何总慢走 小心小下呀 你个狗吞子也敢整我 颜颜 立马把她给我开了 大小姐 您为什么 就是要慢慢玩才有意思 走吧 看看看看 董事长不来这合同怎么签 等了几个点了 你们故事就这样跟别人合作的 董事长已经将此次的合作决定权 全部移交给另一位负责人了 你不早说 我去迎接 顾佳音 你怎么阴魂不散 这是你备来的地方吗 还不赶快滚 我走了 你们的合同可就签不成了 何先生刚才不还说要去迎接我 不过就算我在这儿 你们的合作也还是谈不成 顾佳音 你是不是因为跟我离婚 受刺激太大 所以疯了 来人哪 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 顾小姐 就是此次合作的负责人 这怎么可能 顾总怎么会让他来负责 这件事 顾小姐可以亲自问 你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 李特助 这个认识了 他从哪得到的封章 先签了合同再说 只要封章在我手里 顾佳就会认这份合同 都说了 顾佳千金 当狗的 连自己家主人都不认识 堂堂的顾氏大小姐在这儿 还要狡辩什么 这怎么 阿絮 我猜这特助和佳音姐姐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吧 我说点委屈没什么 只要你能拿到合同 顾氏凤章只认有真正 顾氏血脉的人 假的 只能模仿凤章的行 而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顾佳 你这章盖下去 你这自称顾氏千金的名头 可就做不得数了 这 颜阳 这个章 怎么消失了 何旭 你的抱负梦也该醒醒了 有五在 所以合同签不成 不可能 一定是刚才没印上 那是因为 这个印章跟你一样 是假的 不可能 一定是你 你在合同上做了手脚 不到黄河心不死 好啊 那我就给你们看看 什么 才是真正的故事奉章 大小姐 你倒是给我看看啊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故事奉章吧 没有奉章 佳音怎么签额头 如风 咱们姐弟失散多年 你被顾家收养 暗恋佳音数十年 这次 可要抓住机会啊 姐 你在说什么 佳音 在我心里只是妹 真的吗 我不信 李特助 你 帮助顾家音 篡夺顾氏 大小姐能力的地位 并且试图搅黄顾氏 和和氏的合作 这个罪 你可担得起 李特助 只要顾氏 跟和氏的合作达成 这件事 我就不告诉顾氏 什么事不能告诉我 什么事不能告诉我 他怎么会来 顾总 那都是因为 我的疯子前妻 他实在是因为 太爱我了 所以在得知 我和顾氏千金盈盈 在一起之后 他非要说 自己也是顾氏千金 想讨得我的欢心 不过您放心 我虽然和他结过婚 但我们俩 只有夫妻之名 从未有夫妻之实 我这一生一世啊 只爱盈盈盈一人 什么 那要是谁的孩子 何许 什么祸色 也配在这儿笑着 那样 我在顾家生活时 怎么只见过顾家英 谁见过你 顾总 你一定是搞错了 你看 盈盈他有 顾氏奉章 我为了防内鬼 专门放了一个假奉章 抓到 就是你这个行李 把他们赶出去 查封何事 从此以后 谁敢再跟何事 和他 就是以顾氏为敌 来人 敢骗我 放开我 我真的是顾氏千金 我是李清良的女儿 什么 你是李清良 和那个女人的女儿 没错 所以我也算顾家人 他们做过的事 就这么算吗 算了 别把事情弄大了 我担心妈妈 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 好 看在家英的面子上 滚吧 刚刚 何绪说没有夫妻之事 是什么意思 你听错了 芽芽就是何绪的孩子 顾家英 你都能跟她离婚 为什么不能 顾如风 大哥还在楼下等我 家英 家英 就算何绪这样对你 你也放不下她吗 顾如风 大哥还在楼下等我 家英 就算何绪这么对你 你也放不下她吗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如风哥哥 可我不想知道你哥哥 可我不想知道你哥哥 把我床头柜里的戒指送到盛事大酒店 快 家英 家英 我一定给你最上胆的蚊蚊 我一定给你最上胆的蚊蚊 罢了 这样以后 李特助 我要雅雅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信息 只要奉针在我手上 就是迟早说 难道 爸 顾家的那个女儿 不会真是顾家英吗 那冒出来了这个顾家英 跟顾家成拉拉扯扯 那绝对不可能是她 顾家英从小就怕她大哥 只愿意跟如风亲近 对了 你那个弟弟的小学我找过了 改天带她去就行了 谢谢爸 果然是假冒 看我怎么收拾 阿絮 你怎么演不得我呀 妈 你来了 贱人 闹出顾氏先进 害得阿絮丢了合同 还被人打成这样 怎么不把你这个假货给打死 死老太婆 因为我本来就是顾氏大小姐 顾家英绝对是假的 我呸 连你也敢耍我们了 是吧 我之所以在夜会上没有揭穿他们 是因为 是因为 我大哥他 顾家英和大哥有私情 顾总是为了帮他们隐瞒秘密 所以才 这豪门可真乱 难道五年前 又漂亮又有钱 又漂亮又有钱 以后不知道要便宜谁 是你救了我吗 我 资料片 我们结婚吧 兄弟 对不住了 这对狗男女 捋了我这么多年 你们都离婚了 急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顾佳音这个假货赶走 我成为顾世千金 才能让你拿下合同 好 好 你所算是认清那个渣男了 她最好是 如风她 结婚了 妈过两天回国 你搬回来住吧 也方便照顾亚雅 亚雅有自闭症 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我要和亚雅搬出去住 我不同意 何须要是再来找你麻烦怎么办 何须是亚雅的亲生父亲 不会真的伤害亚雅的 顾佳音 今天你要是敢出这个门 那个 我上班顺路 不是特意要送你们啊 我也顺路 亚雅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亚雅 你怎么到处乱跑 吓死妈妈了 我 错了 对不起啊 亚雅 是妈妈太着急了 妈妈不该凶你的 这玩具是哪儿来的 你是 你是顾小姐吧 是顾先生让我来的 顾佳率先生说 这是给亚雅小姐的 谢谢 亚雅 妈妈明天送你去上学好不好 有好多小朋友和你一起玩 走 有的人嘴真硬啊 心疼佳音还要打着我的名 一会儿顾小姐带着孩子来办入学手续 你在这等着 这可是跟顾是盘关系的好机会 哎 怎么是顾小姐 还以为能见到传说中的顾佳三个大帅哥呢 早知道就不用特意打扮 好的 不知道这顾小姐是什么样子 顾小姐是顾氏的千金小姐 当然穿得最好的 动动你个脑子吧 一群 怎么还不来啊 这肯定就是顾氏千金了 顾小姐就等了 校长安排 特地在门口等您 顾盈 这车不是我妈送我的成年礼物吗 校长安排 特地在门口等您 好 走吧 家长送孩子只能送到门口 孩子留下你走吧 那凭什么他可以进 他可是校长特地安排接待的人 你凭了吗 我会照顾好自己 再见 任穷比赦多 等下 穷鬼 还拿着这样的玩具 够不了 拿不到 说话呀 说话呀 顾小姐家的孩子真活泼 一看就是未来顾市长门人 豆豆的身份 还是要低低 我懂我懂 但是 顾亚亚亚 为什么也能入学 我很不满 顾亚亚的妈妈 可是刚从监狱里 出来的老改犯 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 也配合豆豆 这些上流社会的继承者们一起玩 不好意思 顾小姐 我们这就通知家长来退学 杜佳亚 我要让你看看 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女群士的人 郭董 为什么不通知校长 直接让亚亚去见你呢 亚亚情况特殊 我突然出现 怕刺激到她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进去看看 你为什么要抢走妈妈给我的玩具 我是故事小少爷 整个学校我最大 只要我想要都是我的 怎么回事 老师 这哑巴欺负我 我没有 是她一直在欺负我 还说妈妈不要我了 你夸什么呢 看不懂 出去做五十个蹲鞋 做不完不让吃饭 走 我干 谁让你欺负 我没有 老师相信我 你那个妈就不是什么好鸟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赶紧走 还都逗逗的玩具 这是我的 人家豆豆是故事少爷 能吓你一个破玩具 肯定是你偷了豆豆 赶紧走 九亚老婆 你请 这种情况特殊的小朋友 你们费心多招 是 顾董 我们的老师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绝对不会传出 歧视特殊儿童的丑门 我想要看看孩子们的休息室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校长 他刚才欺负其他小朋友 我让他出去罚站 你放心 咱们这里的环境 绝对保障安全 你往这边走 裴前后 在这儿待到放学 放学以后 跟你那个妈说 是你自己不想上了 要退学 要不然你明天来了 也要待在小黑屋里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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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在哪儿 我好想你 怎么回事 不会是亚亚出事了吧 那凭什么她可以接 她 她可是校长 特地安排接待的人 不行 我得回去 老师 亚亚呢 亚亚 刚才还在这儿呢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老师 亚亚情况特殊 不能受到任何刺激 那你还把她送来学校来 那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还看不过来呢 而且有空管你那小亚亚 你 顾小姐 豆豆在学校被亚亚欺负了 亚亚 亚亚 玩个你 醒醒啊 你 亚亚 谁是说过 要让你在学校消失 亚亚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大概这么高 我没有 这不是亚亚的玩具吗 你说 她到底在哪儿 顾佳亚你在干什么 担救我 你别往我身上蹭 我今天穿着小奶奶高定 顾佳亚 你现在是越活越没谱了 连豆豆一个孩子你都欺负了 亚亚到底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这学校这么大 自己去找呗 这位女士 请你出去 我们学校 不欢迎有犯罪前科的家长 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孩子 妈妈 我现在在家里人 你敢赶快 预夹 又刮 是 才能隐蔽 怂回ated ,你很快 比如说 这个 她给我 révun Witch 我可能会不要你呢 妈妈不苦 妈妈陪在雅雅身边 雅雅高兴 你真没用的 燕燕 你跟妈妈说 谁跟你说这些话 没事 妈妈保护你 小雅妈 我讨厌你 没事 没事 燕燕 你在这儿等妈妈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嗯 顾燕 芳芳老师 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你干什么 走 回家 干什么呢 张秀长 怎么回事 这个妇女人在学校打人 我要求马上盖住顾雅雅 母侦子长 你还真是会倒打一耙 明明是你先支持的 逗逗欺负雅雅 这可是顾董特意嘱咐的孩子 小孩子打闹 算什么打架 就是 打闹 欺负同学那是原则问题 放心 这事 一定要按规矩解决 还有你 怎么当的老师 打架也是小事 校长 要监控证明一下吧 对对对 小王 你监控室 去呀 小娘 她才是顾时前进 你怎么不早说 她才是顾时前进 这应该就是雅雅的教室 雅雅妈妈呀 刚才方老师提醒我了 学校有规定啊 监控啊 只向特定人员开放 豆豆家长 您跟我来看监控 看看这个事 要怎么处理 有些人啊 没钱没事 就只能低头吃亏 豆豆 走 你们这是什么道理 明明是豆豆先欺负的样样 学校都是人家的 人家说的就是有道理 赶紧带着你这个小咬发滚蛋 谁让你不是顾家的人 你说这里谁是顾家人 你说这里谁是顾家人 当然是顾盈小姐 全江城的人都知道 他可是最近顾世新找回来的千金 哦 是吗 你这个老太伯儿哪冒出来的 少都敢闲事 他怎么会不认识顾头 豆豆 小姐 跟这个老太婆费什么话 这事你想怎么处理 让这样呀妈妈 给我校规道歉 主动杀自己十个巴掌 亲姐妹 赶紧 你是老师 不理事情的方式 是谁权势大谁有理吗 顾盈小姐的想法 就是学校的校规 那我这样呢 一个小丑 敢冒充顾家人 顾小姐 你没事吧 你知不知道顾小姐 是什么身份 小长 你就让那个疯老太婆 得罪顾世千金 顾董 你看 怎么处理何事 顾董 顾董 你知不知道 你嘴里的老太婆 就是顾董 顾董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江校长 我都是按你的分不分事的 顾董 我要辞职 另外 公开霸凌视频 把豆豆加入全市学校黑名单 至于方老师 愿意跟着这个冒牌货 就让他跟着好了 以后 江城的教育行业 我不想再听到你们的声音 赶紧给我滚 顾佳音 你到底给顾佳 灌了什么迷魂汤 连顾董都愿意听你说话 不行 绝不能让他嫁进顾佳 你受委屈了 芽芽 这是姥姥 芽芽 姥姥第一次见你 也没带什么礼物 一会儿带你们好吃的 喜欢姥姥 真乖 是啊 这都什么口味 是真臭 有事说事 干嘛 快点 我还没到放血点吗 我拖了张总 才给我儿子求来的入学资格 全让你给我毁了 走开 芽芽 你不是最保费那个哑巴 你也别瞎好过 阿絮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生了 我们把芽芽接回来 照顾弟弟 你看你都瘦出什么样了 何家人没一个好东西 舅舅陪你玩好不好 芽芽 看她做噩梦 来 就这给你吃水果 索性芽芽不像何家人 反倒很像如风 可能 女孩比较随舅舅吧 芽芽 芽芽 怎么了 又不是亲舅舅 该有的距离还是要有的 喜欢吗 芽芽长得像如风 别喜欢找如风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亲妇女呢 顾芽芽四岁 果然跟我没有关系 芽芽 芽芽今年几岁了 芽芽登记四岁 是何家给芽芽弄错了 谁啊 狗 不小心撞到没事了 芽芽 快跟爸爸回家 何许怎么找到这儿呢 芽芽 顾佳音 你给我出来 出来 顾总 我是来带芽芽走的 带走芽芽 没错 不告你 我是听顾芸跟我说 顾佳音跟你大哥都搞上了 连顾董都认了这个儿媳妇 我是故事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我愿意带走芽芽 只要你们家 愿意出一点点抚养费 毕竟嘛 我可是芽芽名利上的父亲 法律上的监护人 我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她好 五年 你把芽芽从一个健康的孩子养成这副药子 为她 你敢打我 你和那个贱人也有一腿是吧 我看你们这顾家 就是个脏窝 顾佳音 你别给我当塑头乌龟 你不是要把我找破产吗 行 那咱们就法庭上见 我看你这个没有工作的丹妻妈妈怎么争得过我 妈 明天我就去故事报道 好的 顾总 我这就下去迎接顾小姐 领总监说 今天顾小姐入职 我就好好巴结她 升职加薪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你好 我来面试的 都是地摊 你我还去 任何能见 我的面试蛋 我知道呀 但是你没听说吗 今天顾是千金来入职 你没机会了 下次再来吧 你好 我是顾盈 怎么又是她 您就是顾小姐吧 这边请 不是 你怎么还没走啊 这不是顾佳音吗 你不是傍上了顾大上了吗 怎么又出来上班了 你不会被抛弃了吧 你也真可怜 你的老公不要你了 你的大捆哥哥玩腻腻 家里还有个精神病孩子要养 生活压力一定很大吧 顾盈 你就这么喜欢挨打是吗 你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顾是千金对吗 顾盈 同一套剧本完九了 你见不见 就这么喜欢当我的剃身吗 你不会想说 你才是顾家大小姐吧 太阔 就你这身地摊货 我眼又不瞎 顾小姐 你怎么自己来了 顾小姐 哪位是顾小姐 这边也是我 盈盈 真的是你啊 顾大小姐是来公司试查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何须那个穷鬼前妻 那个会骑东西 我早就跟她没关系了 少在我面前提她 总监 就是这个人冒充顾小姐 我们顾小姐啊 大人有大量 没跟她一般见识 人人真是善良 以后可要多多照顾 我这个老同学了 好了好了 大家赶紧上班吧 李总监 赶搞这个冒牌户 还不滚 让谁滚 顾总 在顾小姐待了十年 都认不出顾家大小姐 用不用帮你把眼角膜捐出去 这 我哪能想到 何顾那个混蛋 能取得顾小姐 顾小姐 我错了 不 你没错 我在顾小姐不想暴露身份 就按照之前的态度 对我就行 这不太合适吧 问题那么多 不想要饭了 你去忙吧 要不是为了拿回 顾影手上的风筝 你也不用受这样的委屈 她不知道风筝指认我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盐盐 喝茶 到这儿吧 她怎么来了 顾佳音 这个劳改犯 我故事不胜 林总监 知道我的身份 还不听我的话 水这么烫笑 害死我呀 好害死我 这位是顾佳音 顾小姐 今天正式录制故事 作为企划部主管 大家都多指教 林总监 不经我的允许 你 这都是顾总的案件 到顾佳音 想让她继承家业 反正风筝在我手 大家还没人怀疑 我顾佳千金的身份 得尽快把她赶走 盐盐 你该不会不是顾佳大小姐吧 就是啊 为什么顾佳音是领导 你不是啊 都看清楚了吧 这下能证明我的身份了吗 顾佳 顾佳音是风筝 不好意思啊盐盐 刚才误会你了 盐盐 对不起啊 怎么不该误会你的 要我说啊 你就该直接辞退领总监 就是啊 顾佳音怎么配当你的领导啊 上班时间乱呼呼 像什么话 还有 谁想辞退我 这是和徐氏的项目 由顾小姐负责 徐氏可是和顾氏并列得起 领总监竟然将这么重要的项目 交给顾佳音 谁有意见 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一个外人 顾总亲口指定的顾佳音 谁有意见可以去总裁办公室 年轻学士的项目 压力不用退 不会是顾佳大小姐 当前都开保持节 这已经是我们家车库最便宜的一辆车了 盐盐 我还没坐过这么贵的车呢 是啊 你能送我回家吗 你能送我回家吗 不太深入了 改天吧 拜拜 没有 我没看错吧 顾佳音在上呢 这不是你的吗 其实 顾佳音才是关系户 他还没离婚 就偷偷爬上了我哥的床 还想独吞故事集团 我来公司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将来多一份保障 我看他面相都知道 他是个狐狸精 放心吧 盐盐 我们肯定站在你这边 我们一定会帮你拿回合同 让顾佳人 欺负那个女人的真面目 蠢货 打赢街在哪儿呀 你干什么 你故意的吧 我不是故意的呀 别吵了 别吵了 我再去帮你打一份 谢谢你啊 我记得你 你没被烫到吧 水这么烫想害死我呀 没事 我手机呢 还有半个小时 前列酒会就要开始了 巡师的合同 只能是网 郑总 好久不见 还差五分招 酒会就要开始了 合作案的负责人 怎么还没出现 我记得你 你没被烫到吧 郑总 我是顾家大小姐 顾盈 这位顾小姐 就是今天的负责人吧 不是 徐总说 这次负责人 就是顾大小姐啊 她 我在顾时不想帮助身份 郑总 我相信徐总的眼光 顾小姐 直接签合同吧 我给你 不好意思 林总监 路上有点事 出了点意外 郑总 你好 时间刚好 我是这次项目的负责人 顾佳音 林总监 这是怎么回事 郑总 今天是顾氏跟徐氏的合作 我顾氏签进的身份不重要 不如您就给她一个机会 听下她的方案再做决断 让我等了这么久的人 你还是第一个 但是顾达小姐 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那就把你的方案 拿给我看看吧 迟到也就算 抄袭 我绝不能容忍 滚出去 你是到底能容忍的 还不 郑总 您看一下方案的最后一页 江北海城联合备用方案 不知道顾盈小姐 现场能否说明备用方案 我 以上就是我的备用方案 如果没猜错的话 备用方案才是真正的合作方案吧 是的 毕竟 家贼难防 你 说起做贼 还是 还是 家音姐姐 你叫我经验吧 毕竟 你在监狱里待了我 你 监狱 你经过监狱 监总 你有所不知 当年我们故事的机会泄露 就是顾佳音的 是不定这次合作也 胡闹 你们故事居然派一个商业犯负责合作 这件事我已经解释过了 刚才你冒充故事千金 广化连篇 我能相信你吗 其实以后将断绝和故事的一切合作 郑总 方案的事情其实是一场误会 我毕竟是顾佳的大小姐 顾佳音迟到戴卖的工作 我也是顾及故事的利益 才不得已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不如和我顾大小姐签约 故事奉着 我还是相信许总的眼光 慢着 此顾小姐非比顾小姐 许总相信的是我 而非她 你是说 你才是顾家大小姐 你胡说 偷我设计方案 关注我不让我签约 你真以为你能冒充我一辈子吗 你怎么知道是我怪 对不起 佳音 都是故意让我 还有五分钟 当然是因为 你又蠢又坏 你 刘小姐 你没事吧 华儿 把那个疯子给我抓起来 顾佳音 将军千语把我害成这样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没事吧 佳音 没事吧 怎么可能不是这呢 你跟顾佳音是一伙的 是你们把真的奉扎掉包啊 顾小姐 你不认识董事长 什么董事长 这个老太婆就是个骗子 郑总 你相信我 我们再捡一份 顾头 我们再捡一份 那我蠢 顾大小姐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骨气 都不认识吗 我可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只有一个女儿 那就是佳音 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次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阿姨 话可不能这么说 虽然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我跟顾佳音 你也有 我是李清良的女儿 宝贝 等我收拾完家里这个小贱货 就去找你啊 你干什么 佳音刚睡了 我赔钱货 还在睡觉 出来给我干活 佳音和外面的明明都是你的女儿 只有盈盈才是我的女儿 不知道 我现在就打死你 佳音是我的姐姐 那我 也是您的女儿啊 我可是李清良的女儿 吼颜无耻 你装什么 小副爷怎么样 还不是被男人抛弃了 当年你输给我妈 你的女儿现在输给我 你 故事已尾造工账 商业诈骗 起诉故意 你们 放开我 你差点害死我女儿 我不会让你心意死的 你是个逃犯 我会把你送回去 在监狱待一辈子 董事长 怪我眼镯 合同现在就签 我相信 顾小姐有这个能力 佳音 你拿下合同 妈妈也兑现承诺 从今天起 掌管故事 董事长好 佳音为什么不来上班啊 肯定是项目搞砸 被开除了呗 听说今天新董事长上任 你说新董事长会不会就是盈盈啊 新董事长是顾大小姐 肯定是盈盈 那你这个老同学可是要升职加薪了 当然 顾佳音 我升职之后第一个开除你 你 开除我 那可是董事长专用电梯 董事长好 看好了 我就演示一次 怎么可能 他真是董事长 他真是董事长 那也就是说 佳音才是不大小姐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来个运还这么娇气 一分钱不挣 就知道花我儿子的钱 阿絮 合同也没拿到 还好意思吃 我还有个办法 绑架顾亚的 顾家 肯定会交出盒子 老师再见 再见 雅雅 跟老师一起看看妈妈来了没 合作愉快 雅雅 我们进屋等妈妈好不好 我们是顾亚亚的父母 亚亚 他是爸爸妈 亚亚 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快回家吧 亚亚 他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会害他的 干什么 老师你好 我来接雅雅 你说个什么东西 你以为有钱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你有一天 尽过父亲的责任吗 要不是因为你 雅雅会得自闭症 只要我还是雅雅的父亲 顾雅雅今天就必须跟我走 你呢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接雅雅 顾家音的聘头 我记得我是不是提醒过呢 顾家音跟你大哥搞什么 你一个养子 你觉得你抢得过吗 顾家成和顾家音 这不是乱门吗 顾家成是顾家音的大哥 这不可能 秦哥哥吧 五年前 君悦酒店 我亲眼看到他 明明当年是我和家音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孩子的父亲 就算我把这个小哑巴给弄死 你都管不着 丫丫 孩子是AB型血 药书血 血苦不足 在场的有没有AB型血 我是欧型血 我爱皮血 我可输不了 不可能吗 嘉宜是A型血 难道 书风哥哥 可我不想知道你哥哥 我是AB型血 书风 贡医 我不是说过 他不能再受刺激吗 要看二十四小时 他能不能醒来 就算醒来 很大的可能 也无法再开口说话了 贡医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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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亚怎么样了 就看亚亚 二十四小时 能不能醒来 何旭那个混蛋 自己亲女儿 也下得叙手 我怀疑亚亚 不是何旭的孩子 不是何旭的 难道是你的 我这就去办 加急信责鉴定 我说书风既然是徐家胜 凭什么顾家艺能力这么好 我只能攀上何旭这种货色 王医生 昨天是不是有人送了两份药物 你是 那 诊言报告 鉴定 顾如风和顾亚亚 经营相似程度 小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不存在情缘关系 医生 鉴定准确吗 当然 我在期待什么 如风 我刚刚一直在找你 亚亚醒了 我先走了 好 我知道了 都是你跟春花处的 骚主意 害我现在变成这样 我现在肚子里 可是你唯一的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 顾亚亚根本就不是 你的亲生孩子 这个贱人居然敢虑我 一定是顾佳亚跟野男人乱搞 生下的野种 妈这就去教训这个野种 妈 一块 这个孩子 也不是你何家的 患者还没有苏醒 手指动 只是神经反应 还有三个小时 希望不大 芽芽 你去哪儿 我去找何煦 你 你 你 芽芽现在这样 都是被这个父亲害的 你还我女儿 你干什么呀 我还没死痛啊 我告诉你 顾芽芽 归芽她不是我何煦的 亲生孩子 她就是个野种 不可能 她就是个野种 不可能 你 这不是我做的精灵 怎么会在他们手里 难怪当年你见到我第一面 你就要嫁给我 原来是让我给你当这个金牌侠 五年前 难道不是你救了我 什么救你 你不就是出来卖的吗 做得那么好听 要不是你 死沉乱打药嫁给我 不然我能看得上你 五年前 是谁 可芽芽不是我的孩子 难道你五年前 还有别的男人 姐姐不会是男人太多 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吧 妈妈 如风 为什么要和芽芽做亲子鉴定 难道 渐定顾如风和顾芽芽的亲子关系 务必保密 妈妈 这个小杂种 是就揍你去投胎 你 这 妈妈 住手 住手 这是医院 不是菜市场 这是我们和家的家事 婆婆教训儿媳婦 偏经地义 你这个外人插我什么 你这个泼妇 佳芽芽已经不是何序的妻子了 你不放尊重点 不然我就以顾氏的名义起诉你 哟 这就开始护上了 我告诉你 哪怕你是顾氏的董事长又怎么样 不还是解雾幽默的吗 佳芽芽是我妹妹 你胡说什么 盈盈也是你妹妹 怎么没见你这样 我们和家 好吃好喝共振 不嫌弃你养的这个赔钱货 贱妇 淫妇 既然让我们和家 养着这个小贱种 这些闹事的 给我赶出去 走 走 放开我 还有一个小时 芽芽你怎么还不行了 芽芽 芽芽 小杂种 我今天就要你死在我手里 芽芽是要醒了吗 对 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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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生命体征微弱 是刘梅 一定不能放过她 医生 芽芽怎么样 既是凶陷之招 又有破局之相 若是成了 原先的病症 也能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需要药盐 什么药盐 龙胆草和银参 龙胆草就在过几天 神医举办的药草大会上 银参大概也会出现 药材大会 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宁业 这是我专门找人要的方子 保证你能给我们药家 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孙子 妈 忽不下 给我药 药家的男爹就靠你了 别动 你们抓错了 我们都是良敏 良敏啊警察同志 刘梅 你涉嫌谋杀顾雅雅 逮捕入狱 不是 你们搞错了 那个亚伯的死 跟我妈没关系啊 爷爷 你不是公司大小姐吗 你帮我爸 你帮我爸 爷爷我不想做了 雅雅 快走 雅雅 妈 小党 顾氏大小姐 你连这些波及杀都解决不了 你是不相信我吗 我尽力了 毕竟亚伟 她是我哥的孩子 我没办法呀 这个顾亚伟 需要龙腾草 我们先去拿下 顾家印就会放了我吗 交出故事 不错不错 这半生啊 是好东西 不过 这可不是你说的金生 什么 我买的车 这就是金生啊 这金生 我还是认得的 这金生啊 比银生还难得 都在顾家手里 那龙胆草 这叫龙胆草 最起码得是银生 掌柜的 交出龙胆草 你是什么人 就凭你 就是 你算老几啊 做事还得讲究个先来后道呢 方且 今日大家 都是为龙胆草玩吧 你想空手套白狼 这什么玩意 拓帕烂烂的 银生 这可是银生啊 够不够我拿下龙胆草 够 够 先救出龙胆草 这位小姐 莫非就是 顾家大小姐 龙胆草 何旭 住手 这龙胆草 现在已经是我的 我就算烧了 又无奈我 龙胆草是无价之宝 你任凭它烧掉 你不配为依 区区无名小辈 就敢指责我 就凭你 也配跟顾家大小姐抢 我今日拿的 可是金身 你开什么玩笑 这金身 我都没见过 仅由我师父才见过一面 就凭你 既然长官你见都没见过 那怎么能证明它是假货 就凭你不是顾家大小姐 金银生 都在顾家 那当然 不过这样 顾小姐肯定认得金身真品 让顾小姐来辨认 这金身 是假的 我得拿回顾家销毁 省得你再拿出来骗人 既然神医见过金身 那不如请神医出来见别 你个不合格的验 怎么知道我师父亲自出神 顾营自己都是假货 你 一个假货 怎么能验出真假 还不速速请神医前来 耽误了我女儿 你赔不起 这个哑巴就是贱命一条 这个龙胆草 今天我身拿定了 是给那个哑巴买棺材 收尸吧 何人才此处喧哗 师父 这是金身 这是金身 师父 这金身是假的 蠢货 你打敲眼神就不好 那这龙胆草 我可都拿走了 那当然了 可是 顾小姐是顾氏千金啊 假的 顾丫头 可是我从小看大的 敢假冒首付千金 把这两个人给我拖下去 打到承认为止 我是私生女又怎么样 现在就打电话让我扒光来 现在一个神医骨 顾氏是夫人一手负责 难道会在乎你一个私生女的死活吗 阿絮 你帮帮我 别 我还敢来求我 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 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当你生下我和家的处 我必须不留此 既然如此 把这两个人全拖下去 顾佳音 上阵还是顾丘的养女 那我就去拿下顾丘 看顾丘还护不护着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 走 腰音以下 这几日悉心照料 再过五日便会痊愈 喂 董事长 有位何先生来找您 我们没有姓何的客户 这几天我有事去不了公司 公司的事我交给佳音和如风 好的 顾董 我对您 顾董 我对您 仰慕许久 不知道 这个是清洁工落下的 原来顾佳音连养女都不是 只是顾佳清洁工的女 我啊 这儿就缺你这种英年才俊 你们结婚前啊 就喜欢这家店 现在是你的了 还有旗下的童装 专为你和亚亚做私人定制 谢谢妈 我让他们给你和亚亚做了一套 快去试试吧 乖宝宝 老老去给你买好吃的啊 走吧 什么高级定制 我还是你们店的VIP客户 还有什么衣服 是我不能试的吗 就是 还不赶紧拿过来 不好意思啊 女士 我们店刚被故事收购了 这件衣服只有我们老板能上身 不好意思啊 女士 我们店刚被故事收购了 这件衣服只有我们老板能上身 你知不知道现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啊 故事 没有人比她更尊贵 这么快就换人了 呼吟快升了吧 惨了 叶叶 你别信了 她是我前妻 顾佳燕 哪怕你跟我刻意有欲 我也是不会跟你负喊 现在我的心里 只有燕与一个人 何旭啊 你现在这个口味真是越来越重 不过 体恨没变啊 还是这么喜欢吃软饭 她 她怎么能这么说你 小旭 这就是 你那个出轨的前妻 我今天是来试衣服的 至于这个烂男人 随便用 但是我的衣服 你碰都不碰 顾小姐 想在我面前装有钱人是吗 你这全身上下的地摊货 夹起来 出不到一百块钱吧 我们这儿最便宜的衣服 也要三十万 大姐 你要不去隔壁的地下商城买吧 你 你啊 就赶紧带着这个小别人 狂蛋 顾董一会儿就来寻店了 你怎么服务的客人 顾 顾佳音 你认识我 当然认识你 上高中的时候 要不是你勾引顾如风 我早就跟他在一起了 顾如风是我哥 你当我傻呀 就凭你 首付千金 况且顾如风说了 他根本不认你这个妹 这不是一二姐吗 怎么有时间来我们店里了 老妖婆这男生 小月 你这个店员不懂事啊 连件衣服都不让我试 你被开除了 店长 是你说的 这件衣服除了老板以外 谁都不能穿的 月二姐 现在就是我们顾市集团的董事长 他就是我们店的老板 你不给她试 还给那个穿一身那摊货的试 对不起燕姐 你消消气能不能别开除我 这件衣服是按照我的尺码定制的 你一个穿差要骂的 穿不上我袋子 我的店给我定制的衣服 我怎可能穿不下 这件衣服不贵 七百零一万而已 给你某个零 只收你七百万 这家店都是一二姐的 你酸老气 凭什么给你赔钱 还七百万 想起小疯了吧你 装什么 今天让我装个狗 小月啊 我这可是为你着想 虽然这家店是燕姐的 但你才是店长啊 那要怎么样 燕姐这是在考察你呢 要对老板一视同仁 损坏了都要 燕姐是江藤首富 缺缺七百万 肯定能拿得出来啊 怎么可能 燕姐身价几百亿 买下整个商场都绰绰有余 燕姐 这七百万 不过是拿不出来吧 我当然有钱了 但是这个衣服是你弄坏的 这钱应该你出 我今天出门 没带银行 你起开 带我带了这个 带我带了这个 出门逛街不带银行卡 谁信呢 我出门逛街 确实可以不带银行卡 因为这整座商场 都是我家的 不好意思啊 有钱人的快乐 你可能体验不到 不是 少看点言情小说吧 脑子看傻的都 这商场要是你家的 我给你跪下 可五十个相同 这卡确实是老板东西 这卡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你给我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好啊 怪不得我的卡不见了 原来是你偷的 我说呢 原来是偷的呀 还为人父母呢 当着孩子面就不懂 这卡上是我 顾佳音的名字 一刷便知 这家店 谁才是主人 佳音 你给我发的信息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我给你的卡吗 哎呦 大姨 你就一清洁工 就别装大款了啊 这店可是顾氏 而我呢 就是顾氏的男朋友 未来顾氏集团的二把手 佳音 我没听错吧 他在说什么 妈 既然这样 那顾氏集团的二把手 先把这七百万付了吧 我都说了 这个店是我女朋友的 顾佳音 这 一定是你们串通好了 是不是 我 你爱信不信 但是这七百零一万 这两天内 你必须一分不少地打到我的卡上 不然 比何家的房产正少 可是要写上我顾佳音的名字了 就凭你啊 我等着 你会放过来的 你们俩 被开除了 我跟顾如风确实不是你说的关系 但是以后就不一定 至于你追不上 还是要多考虑考虑自己为了 你 有人冒充我是什么意思啊 何须为了报复我 想帮上首付 大概是找错人了 叫什么 燕姐 燕姐 难道是宋燕 我去找人调查 你先进屋陪燕呀 快来来 怎么停了 继续啊 这房子不是顾总给你的吗 怎么突然冒出来个小孩 难不成 是顾总死生子 你别说 是有点像啊 呦 月月 你被绿了啊 他才不是如风的孩子 这小哑巴 是我哥前妻的野种 小哑巴 不认识姑姑了吗 况且顾如风说了 她根本不认识这个妹妹 不是真把我的妹妹吗 当初学我的要事 该不好 如风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些事 我想和你看看 这么贵的蛋糕 见都没见过吧 小哑巴 姑姑让你尝尝 好不好呀 你给我收着点 你现在当红 顾总不知道 我故意借她炒作 你要是爆出黑料 你俩都得完蛋 顾总单身这么多年 本定是为了我 我早晚有一天 会把她拿下 操什么心 但是 她出现在顾总的房子里 还和顾总 长得这么像 不会真的和顾总 有什么关系吧 小哑巴 我姑姑让你去见奶奶 好不好 月月你没事吧 顾家印 你疯了吧 你竟然敢这么对我 小心我告诉我哥 你去 你敢伤害亚亚亚 你妈已经被我送进监狱了 建议再多你一个 你知不知道 月月现在是娱乐圈 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故事娱乐的当家小花蛋 故事娱乐 对啊 月月可是故事的顶流 一千万粉丝 一人一口多么都能把你淹死 而且我们月月 还是顾总的未婚妻 这房子是顾总送给我的 嫂子 没想到你能来这儿当保姆 是吗 那我现在就打给顾总 顾总 何月去了你家 何月是谁 为什么不拦住 她不是你女的 喂 顾如风给你十分钟 回来处理好你的烂桃花 顾如风给你十分钟回来 处理好你的烂桃花 你认识顾总 顾总来了我们怎么见识 他肯定是在炸你 就算如风来了 难道会因为一个保姆跟我生气 我可是故事顶流 月月 我看你嗓子长得不错 能不能给我玩 小朋友 叫爸爸 我警告你 别扔我 怎么了 从未见你这么着急 出事了 我警告你 别扔我 我刚才就说了 别扔我 何月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可是在监狱待了五年 顾佳燕 你疯了吧 小心 我现在就打给顾总 你这是恶意伤害义人 我让你赔到倾家荡产 不用打了 不用打了 顾总 陆天王 顾总 你赶快让警察把这个疯女人抓起来 顾总 我下个月还有不惜要派 要是因为这个女人耽搁了 就全完了 那就不用派了 啊 什么 以后也不用派了 强奸未遂 进去待着 还有 你是谁 顾总怎么连自己的未婚妻都不认识 顾总 月月是你的未婚妻 全公司都知道 我根本不认识何月 造谣的人 依法起诉 你们都是娱乐圈的新人吧 以后 只要有你们参加的项目 我保证 活不了艺人 月月 怎么回事 不都是你说的吗 顾总 何必为了一个保护大动干戈 月月可是我们公司最火的艺人 怎么 我为了小妹吸引五年转幕后 娱乐圈变天了是吗 小妹 不是这个意思 佳音是我顾家唯一的千金 你一个三流小明星 也配招人吧 顾佳音 顾氏千金 顾氏千金 不可能啊 我哥说了 他是个孤儿啊 那是因为你蠢 顾氏娱乐可以让你火 当然也能让你凉 你霸凌的事情 已经上阵搜了 被唾沫星子淹死的感觉 就好好享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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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明星啊 你别碰我 我让本司宝不碰你 我让本司宝不碰你 我 我 我 是当龙小花霸凌丑人 顾佳音 阿锦千玉 现在又把月月逼成精神病 顾佳音 想到 我的病 顾莹的孩子 安医生 我孩子呢 顾莹呢 什么孩子 顾莹没怀孕 肠胃炎呢 在比方休息 你来啦 你来啦 我 你没怀孕 你骗我 你骗我 你还有艰苦 你杀老婆 你怕做老婆 你怎么会有孩子 你拥住了精致 你拥住了精致 赵 你自己有病 怎么能管我找别人 我有病 我是有病 我 癌症晚期 既然你没有孩子 给我捐不了苦水 那你 你和我一起死吧 你放我 你放我 你去找顾佳音 顾莹是你的孩子 我上次是骗你的 我都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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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咱俩 好好过 其实 鸭鸭 鸭鸭 你都没用了 你都没用了 我怎么可能留着你 亚亚是如风的孩子 所以 当年救我的人 真的是她 燕燕 你打算告诉如风吧 我 如风她 算了 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和月是造谣吗 不是她 我的宝贝女儿 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 就算你一辈子不嫁 妈也养得起你 妈 燕燕 今天怎么不下楼见妈妈呀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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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被写不成功 她 她 她是我的女儿 一定可以救我的 就算是亲生的 也不一定能配型成功 况且这孩子 不是你亲生的 不是 亲生的 生死是骗你的 没性不成功 骗呀 孤雁 既然我活不了 走 谁都别慌 走 唯有点 这里一次出现寡大儿童罪犯 大哥 你文件夹落过这儿了 我 下阴和雅雅被何须绑架了 何须绑架了 什么 雅雅 醒醒 雅雅 都是你 你害的我家破人亡 还跟我戴绿帽子 何须 你绑架我和雅雅 顾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不过是顾家一个洋女 送雅雅 送雅都被我拿下了 顾家 顾家没有人来救你了 送雅 蠢货 送雅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你是顾家大小姐 怎么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你是顾家大小姐 当初 你冒充如风说救了我 现在这一切 不过是你救用自取 救用自取 我不会有错 都是你的错 错 我不会错 错 不是 对 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错 何旭 江医我来了 何旭 何旭 你放了我和雅雅 不要一错再错了 何旭 何旭 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不如一起死 关心 了 我 呢 演员 是你的孩子 五年前是你救了我 但是 但是什么 我不希望这成为你的负担 你又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傻瓜 这个戒指 五年前我就为你准备 妈妈放烟花 爸爸陪你放好不好 燕燕 好 我们去放 放烟花喽 相比 我